大家好,我是哲舞的志工,我叫凱瑄 那開始之前還是想先問一下 有沒有人是今天第一次來到哲舞的 有嗎?有的話少讓我指導一下 所以還是有一些朋友是第一次來哲舞的人 那我還是花一點時間講說哲舞在做什麼 其實哲舞是由一群志工組成的 那其實他的一開始是在 在好幾年前在台北 有一群人就拿著大聲工 他們在十大夜市的入口 就拿大聲工在聊天 他們聊什麼? 他們就聊天他們感興趣的社會議題 那慢慢的演變到後來呢 就是像這樣子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就會有一群人聚在一起 然後討論他們感興趣的公共議題 這個就是哲學人星期五的由來 那哲舞討論是什麼公共議題? 其實哲舞什麼都 只要這個議題具有公共性 我們討論過一些很嚴肅的 例如死刑的存費 或者是說在地的青年怎麼回到家鄉去參與政治 或者是怎麼從社區去做經營 去想要改善改變這個社區的環境 或者是環境議題等等 或者反正不同的議題它只要具有公共性 它就可以拿到哲舞來跟大家討論 那我們每個禮拜雖然都會有不同的講者來講不同的議題 可是其實在哲舞的主角是在台底下各位 其實哲舞的主角是你們 所以我們會有幾個很經典的傳統 第一個就是我們雖然有不同的講者來嘛 但是我們都會希望講者不要引經句點 就是說我們不要用太堅塞的一些言語 來討論那些公共議題 也許我們可以用一些比較簡單的言詞 讓大家慢慢的了解大家感興趣的議題 那第二個是因為你們是今天哲舞的主角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做自我介紹 對 我等一下麥克風好像會傳下去 那因為今天人沒那麼多 所以大家大概可以用二三十秒的時間講說 你是誰 那從哪裡來 為什麼不來聽今天這場哲舞 是因為你本身是民主民主 你對這個議題就是有想要更深刻的了解 或者是你曾經在網路啊 或者是不同的媒體上面看到這樣的議題 讓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也或者說你外面下雨天 你竟然有這麼多雨就坐在這裡 想要跟大家聊聊天那也都OK 我們就用大概二三十秒的時間來講說 來做自我介紹 對 那就好 可以開始 大家好 我是老師修文 然後我是今年九月即將進入正大 正式系就讀的碩士生 然後我同時也是一名公民老師 現在在台中是後衷高中單身公民老師 那對這個今天會來當然就是跟公民有關嘛 所以都來聽一下這樣子 謝謝 那你有在學校討論過相關的議題嗎 或者是課本其實有類似 討論過 轉型正義比較偏歷史 所以我們公民課比較少 而且課本沒有 那有些學生有興趣啊 所以就是因為學生有興趣 所以我來這邊聽話我跟他們講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周恩琴 然後現在在 討論組方式家才回來台中 然後回來台中 剛好有遇到星期五 所以就來聽哲 這樣子 沒有啦 剛好遇到星期五 所以有時候遇不到星期五 吵吵 好 大家好 我是湯湯 然後是一個上班族 那我今天是想說 來瞭解一下 原住民族對於他們的土地 還有他們的歷史 那什麼話 又什麼話要說 大家好我是順順 嗯 我坐在那個南口的湖裡 然後小時候湖裡 那邊其實滿多元的 對 但是 那時候只是覺得他 結束平常的時候 嗯 嗯 就是可能 他們講比較有誤會 但是不是很表現的 然後 然後 當台中的時候 就比較想看到原住民 也有很少結束的協議題 所以就想要表現一下 對 大家好 我是 我是原住民 然後 叫做米厚是宜蘭的泰蘭族 然後 我是從台北來這邊 然後 因為 嗯 對 這個 要討論的意義是 有興趣 然後 就來這邊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萬里斯 然後我是 也是原住民 聽名字應該唸出來 好 那我是南投縣的愛鄉 梅西附落的 太清楚了 然後 就是其實也是 原青是比較想了解就是 想要他們道歉這樣 類似這樣子的 會提名過 這樣 所以就來這邊聽看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宜蘭琪 然後我是 今天高中 一畢業生 然後就是 就是對公共有些興趣 所以再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吳清泉 就是我也是今年高三畢業生 然後就是 對於就是 去年12月的那個 原住民剩下三項事件 就是蠻有興趣的 就很好奇 所以就是 大家就是 就是來聽聽大家的看法 你可以再一點點時間說 有興趣好奇什麼東西嗎 其實因為去年12月份就是 有那個 原住民 我這是在哪裡的原住民 就是 射打三槍 然後是要給DM請 其實他好像被判刑 對 因為網路上的資訊很多 然後還蠻 就是有蠻多不同的看法 所以就是希望 就是 可以聽聽看 這邊有什麼想法 大家好 我是 我是薇薇 我們之前在 網路上的資訊很多 然後還蠻多不同的看法 所以就是希望 就是 知道這裡 還有就是知道大家 要討論這個議題 是因為我朋友的介紹 那這邊的話 我對這個議題 既好奇 也想要更加的了解 所以希望透過今天 能夠更了解這個議題 的分別是這個地方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大少 那我是帶他來的 那我們兩個都是 就是第一次參加 這次的活動 那其實也是 就是 聽朋友說有一種 就是社會性議題的 一個討論的空間 那我覺得就是 那還不錯啊 就 原本跟他就有一種 就是 想要一個禮拜討論一次 就是新聞 或是社會議題的 那種就是討論會 可是 結果我們兩個都沒辦法討論 所以就是 剛好來這個空間 對 也沒想太多 謝謝 下次可以都帶一些人來 大家好 我是中興大學的同學 然後今天還要畢業 因為我是 開始參加登山社 就開始 就是跟原住民有些接觸 那所以我大學之後 就是這四五年就是有 就是 發了馬大台灣的那個 他的文章 就會關心原住民的相關政策 對那就是 我自己就是覺得很開心 今天可以來這邊 就是去聽聽年輕的 有什麼想法 來 謝謝 大家好 好像 我不是很年輕的人 我是這個同學的媽媽 我是今天是要來看我兒子 結果他帶我們父母 都過來聽 那我們也覺得是蠻好的機會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小英會怎樣到 現在要道什麼歉 雖然可能過母距離有點遠 可是我還順便想知道 因為現在很想知道 小英到底能夠 替台灣人做些什麼事情 媽媽有興趣的花賠多奶啊 對 你不會是那個年紀最大 不用擔心 對 對 那我是文在寧的寶寶 今年又是四歲 老實話講 我對這個題目的興趣 可能我想我對 想對年輕人了解 可能比這個興趣更大 因為我們這個年代 我初學老實話 這很抱歉 我小時候 沒有原住民這三個字 我聽到我們的長輩 不是講 那個 翻 是這樣 對 就是這種檢查期待 那我們發現現在到 年輕的世代的時候 他說 原住民 像我兒子的話 每次爬山 就要去發掘一些 原住民的歷史 回來就跟我一直講 一直講 所以我現在是 一方面是想了解原住民 更大的戲劇思想 更大的戲劇思想 了解年輕人 怎麼看這個問題 是這樣 好 我是慧文高中的學生 然後我是陳雄 就是 呃 大家好 我是慧民 那我也是台風政務的志工 那這個議題就是 因為這個 這個主題有很多人 會有不同的詮釋 所以我們 所以我這次想平衡 那個我們 就是比較年輕的原住民的同學 會是這樣子 來詮釋這樣子的議題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陳雄先生 然後應該 因為 因為這個議題 然後不少都在學習 大家好 我是Rita 然後就是 因為平常 就是常常會來折 然後 對原住民的議題 也很有興趣 最近不安 這樣子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教授局 彰化高中紀念 畢業 對 蠻羨慕沒有一次畢業的 對 大家好 我是玉婷 那 各位就沒有來折五了 好 其實今天是進來國語的 好 大家好 我是胡教授 那 我今天是台水中畢業生 那 因為生活的時候 都知道一直都有很多 原住民的好朋友 那 也常常聽他們講說 關於他們 就是他們 生活的一些事情 所以就今天 會不會讓你機會來 勞結 一起 大家好 我是余晨 然後也是 正午者施工 大家好 我叫你了個阿絲 我是 今天在拜訪的 第二次 我 其實 剛才大家都知道 八個子 出雲 買肚子 但是我 我覺得 他 肚子的動作 當然是必要的 但是我 我覺得 比較重視的 就是說 你肚子的動作 政治人物 常常說 好聽話 很厲害 我現在要求也好 日來 我現在要求也好 我時間很多都 都做好 真的 像這間專業政議 他說 不動的動作 這樣 我看那裡 從南無的交代 說 我就要這樣做 到事實上不夠 我 我很怕 我就說 我也要這樣做 做不夠 也沒辦法 這樣 我們常常想 政党 以前說 也沒有三億 所以 當然 我們也有一個 人家說 他在這邊的路線裡面 有些事實上 他跟實際 專業政議的政策 對 我是感謝這一點 感謝 這邊有人想要 翻譯嗎 聽得懂 說聽得懂 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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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了 我們現在把時間 交給出聲音 來 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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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懂